好,接著最後一套 Lily Joe O'Josa 你講廢話 Lily Joe O'Josa Boku SS 開頭蠻有趣的 但看得多就覺得很煩 一般 很悶,不是煩 我覺得參田那個煩 青鬼丸 這個M,這個S 救命,很煩 應該說 他本身 整個故事裏面 有 整個故事裏面 他的角色是很有特性 但那些特性用得太多次了 在短短一季裏面 可以令到你覺得煩 其實都真的非常容易 其實都是讀那個人 你所懷疑是不是 劇本他讀了一個故事 兔仔 那些 兔仔 反而是太少 兔仔 兔仔不會用得煩 不會太誇張 兔仔 他本身因為他的缺點 在於他 很多時候不做劇情推進 整天都是做這些輕鬆 做得太多次的話 你就要令到那些東西 是沒有得色的 我看過原作的 其實這方面 是有兩個問題 首先是原作者的問題 原作者他處理這一類的故事 其實他本身就不是很擅長 你見他的感情沒有什麼問題 但大陸的主線劇情 他反而很癢 到現在都是這樣 其實他都算是Hit 在同一本《年載周刊》 即是《Gundam Joker》 你看過他經常送出的東西 不是這個 就是下次的《黃昏月侣》 第二部和現在是第三部 我當成這樣分故事 第一部其實比較短 你當成《英雄傳》 楊鐵昌和《江南七怪彈》 楊鐵昌和《江南七怪彈》 楊鐵昌 楊鐵昌和《江南七怪彈》 他就是先將這部份做一季 但他將之後第二部故事 放進第二季 他不會這麼快做的 但這部其實很短 假如拖長做一季 其實是不夠的 還有一個比喻 楊鐵昌和《江南七怪彈》 想比喻什麼 你拿回我們兩個來比喻 他只是說一段很短的劇情 明明一場戰鬥 他拖長了一季去做 類似這樣 很複雜 所以不需要比喻 楊鐵昌和《江南七怪彈》 不過你說 輕鬆回那部份的話 我覺得是真的OK的 但只是因為太多 因為他真的做得太多次 他們把之後第二、第三部的《一》 其實搬上去第一季做的 我覺得我慘了 但我不明白 我完全不明白 為何不可以開展主線故事 原作者不擅長 不是動畫 開了收不回的暗劇頭 即是不能開第二季 不是 他的問題是 他想把《告白》 當作是最後一集 因為你開第二季 收不回第一季 你看到最後的三集很連貫 中村打《青鬼》 中村自白 之後就是《告白》 即是頭三集和尾三集 中間的就是《啼》 即是可以八集搞念的東西 你又說《啵魔書塔》 八集完結 又是可以八集完結的東西 又是可以和《啵魔書塔》調位 又是可以調位的東西 所以說原作和《啵魔法製作組》 兩邊都要負贈 但整體 角色表現 故事就已經沒有了 故事大家知道 因為沒什麼推進過 角色表現大家 故事有的 《告白》 《告白》那些叫情節 不是故事 我真的看不到他有什麼故事 老實說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故事 就是 中村很早就認識林林蝶 但是因為 他不想被 等一下 首先不要說 你有看原作的嘛 你用你了解的 他跟我說的故事 我覺得是不合理的了 我說我了解的 你了解什麼 就是 一開始 有他的狗 不是 你中心嗎 你解了你 你解了你 中村 即是雙職過來說 跟大小姐說 你也知道我來講 我已經認識你很久了 其實他只是交代一個復筆 就是寫信那樣東西 然後呢 其實沒有任何推進的 全部都有常生活 有常生活 其實到最後才收花 或者這樣說 其實實際上故事的推進 就是頭兩集 就是講這個 林林蝶 以及住在這個宿舍裡的人 全部都有反祖現象的 他們全部都是半人半妖怪的混淆來的 唯一的設定 以及故事 帶起的就是講到這裡 但是 只是帶到他 就是他進了這間旅館為止 之後就沒有再任何推進 變成普通的少女漫畫 我的一中段有一兩集 是有講了 林蝶的成長 他自己的成長 那些不算成長 你所講的成長 他真的每次都會說 我知道問題是什麼 但是每次都不做 即是 一兩集可以 但是你每次都是這樣 即是對故事 不要說故事推進 你的角色成長都談不上 即是很簡單 例如基拉開頭 打一槍鼻子 說我不想的 我不想的 之後 一槍鼻子又怎樣 我不殺你都可以 即是成長 只是斬腳 是的 即是比喻 至少性格上 即是思維模式 即是你明知自己是這樣的 即是他每次都是這樣想的 12集都是這樣 那你可以叫這個角色成長嗎 他是沒有成長過的 這是conditional effects 慣性反 慣性反 終於不知道做什麼 在動畫裏面 因為我原作都沒有看 動畫裏面 基本上沒有角色是有成長過的 每個角色都是做他 一開頭一出來那一下 那個行為模式 就是這樣 即是他們 我是這樣就這樣 對此故事 即是Kelita的角色設定 這些 我覺得不是角色 因為角色是一個傲嬌 一個病 基本上是成長出來 不會變的 你不要以為他會變 那個不是嬌沉 整套東西都不知道做什麼 即是你好像 有一種於反之重 操脂主 豪沒有辣 monumental 這個角色即是擦火打 這個遊玩 這個 Produ bail 其實若 Mandy提起 這個卡牌 如果講角色 我祝你很喜歡這個角色 其實就很自在 似乎人 你說看一顆剝 צ 像是個last 然後 之後 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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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角色 也是 然後 她經常遊啦 青鬼 青鬼 青鬼串 S,M,S,M, S,M 他播了兩次ED 知不過年紀錄很高 然后嘉牛多,那角色 食野,賣物 然後跟著,Wadaru就是 什麼名字?Wadaru Galala,不良少年 不良少年,死蠢,是不是呢 是清晨的不良少年 然後下目 兔子,貴族,覆客 他表黑實好人 你看到很多人 好像旅館裏面那群人妖 在搖搖走 我明白那是你的特徵 但你不需要強調這麼多次給我看 我們知道這些是偶然玩一次才會覺得得意 他會變得很絕望之山項 這些是報警版人物 其實氣氛真的不多 但他的主要人物他都不知道做甚麼 他不斷表現這些 我記得有一集說 有人入侵這個宿舍 是不是有些妖怪和混淆之間 原來是玩東西的 最後那一回是 那一回是討論鑫蝶和中村的相處 是沒有交流 每一批和自己的批在一起 沒有其他人 但問題在於 你這些劇情的事是可以同時進行的 可能大家全部放到禮堂的風馬 那就有劇情交流 我只是說真的有妖怪 那那些妖怪為何要打 沒有說的 混淆是可以說的 就算你們在裡面的角色 如何增進感情也好 搞什麼搞路也好 搞什麼都可以進展 即是你隨便找一對話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為何要打 搞 event 為何妖怪又要襲擊 你可以多說這些 即是花幾句對白的事 但又不說 只是單純是 其實簡單一句 他這套是一套 不知為何變成26分鐘 但其實應該是三四分鐘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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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叫 不知道什麼 那套叫 有套很短 邪神那套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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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口 那套 他做的方式是這種 但實際上 他是一套有劇情的 但他用了這種方式來做 然後把拖場 做一套正常二十多分鐘的 所以你看到他的無聊道場幅度 是5 是很正常的 但是 整體上 角色就像剛才那樣 簡單而言 他用一個 熟性 或者一個 形象去包裝了他之後 就碰到一季了 而且角色是幾乎沒有內涵 是沒有看過他有什麼內涵 中村有 當然是最後才說 有什麼內涵 一份女人 他不是做鴨的嗎 他不是做鴨 你聽說什麼 他好像做鴨 你鴨 還只是在那裡 撞到床上 坐在那裡 背後睡 我一開始以為 我一開始也以為是鴨 動畫 好像叫劉公關 狐狸不是吃鴨 為什麼狐狸又可以假裝鴨 應該說成了這麼多肚子 我覺得是加其他角色但他沒有做 最後就跟著原作跑回中村線 但我覺得他這樣 其實他幾吃可以有第二季 他這樣玩 放心 第二季是一樣的 他有沒有機會有第二季 絕對有 他人氣高 絕對有 你不用怕 重點是角色人氣高 OK 男女通了這本 是嗎 算的 男的會看女的慢慢 女的看中村 他女性向同行之行 OK多 現在這個年代 只要吃到女性市場 就基本有兩季 還有XM在玩BL 男性多一點 很快 很少發覺 但anyway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留到第二季 其實問題在於 當然不劇透 問題是第一季 沒有出來是怎樣 第一季真的 如果是這樣 我做你做兩季更好 對 沒那麼辛苦 聽有馬說 應該是說劇情完美 未完美 是嗎 第一季告白之後 開始另一個故事 就是 那個故事未完 簡直說 他只需要做人物介紹 但不知為何 他做了12集 其實短的 其實這個報筆不能報太久 漫畫都不是報很久 很快就劫穿了 其實中村才是真正寫信 那個 那些動畫畫鬼 那些動畫畫 是否拖得太長 你不小心 你自己有劇透了 知道嗎 不過anyway 沒有 我看到最後會知道 最後就是 寫信 通常應該在觀眾朋友看 對 最後寫信 應該是這樣說 讓人自己看 那些 不過OK 女主角是知道 她說 罵清鬼 你不要以為你會寫到這個信 你不要以為我先寫 她的自空信 一定不會是有sm變態寫的 但她不知道 真正寫的那個是誰 她不知道 她最後才是中村 她沒有說過 她覺得她不是要寫的 她說她只是練字 你又偷偷那些 她說她是練字 所以叫你剛才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現在就等待會兒 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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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